今时财经 电虚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A股三大股指今天大幅度飙涨 两市成交放量达到了5477亿人民币 今天OLED还有5G 都成为近期A股的热门套餐 英国方面表示 华为的风险是可控的 欧洲运商也是青睐中国的电信设备商 中央要谈一谈 越是充斥着政治争议 越需要华为提高产品的性价比 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晤选择在越南 越南目前的经济情况到底如何 如何透过这次的会晤 准确看待越南的经济潜力 同样 文会以后分析 上个星期五 美国三大指示收盘全线上涨 而今天亚太区股市也都是普遍上扬 内地股市更是大幅度的飙涨 当中原因之一是 大家对于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协议的信心 越来越强 这个星期双方会继续在华盛顿 举行新一轮的磋商 那么在内地A股方面 主要是受到了5G加OLED这个板块 两个加起来变成叫做热门的套餐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一台区股市 港股今年大幅度反弹 中美贸易谈判取得进展 以及内地金融数据强劲 提高市场对内地经济的信心 带动恒升指数明显 高开285点 崇上28000点大关 恒指今天收盘上升 446点爆28347点 主板成交950亿港元 日本股市攀升1.82% 崇上21000点大关 创出两个月来的高位 中美继续谈判 提振了投资者的风险 拍摇偏好 激励大盘大幅度反弹 韩国股市也是上升 内地股市今天迎来放量大涨 两市成交创今年新高 突破了5400亿人民币 达到5477亿 今天上证终止收盘 达到升幅2.68% 爆2754点 已经是高位收盘 成交额放量到 2241亿人民币 山城指今天的表现 再次优于户指 收盘报上升321点 爆8446点 升幅将近4% 成交额达到了 3235亿人民币 创业版的指数 午后急升4% 三个月来 第一次突破了1400点 今天我们看到 股市表现方面 科技股走强 引领了大盘涨势 芯片 养殖 金融类股 零涨 两市超过100只 个股涨停 那么今天 亚太区股市一个上涨的 很大原因 是因为 即上个星期 中美双方在北京 举行了经贸磋商之后 美国和中国 这个星期 也会在华盛顿 举行贸易磋商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上星期五重申 他可能延长 3月1号跟中国达成 贸易协议的最后期限 美国和中国都表示 在北京举行的 为期五天的贸易磋商 取得了进展 而今天 新华网旗下的 牛弹琴微信公众号 就这么说 中方代表马上在 现在就要出发到 美国展开新一轮的 经贸磋商了 而特朗普在17号 一大早就发了一条推特 谈的就是 他跟美国的工作人员 就中国贸易协议 举行很多的重要会议和通话 他说 在如此多的不同方面 正取得重大的进展 其实在16号晚上的时候 他也发了另一条推特 说贸易谈判者 刚刚从中国回来 在那里有关贸易的磋商 富有成效 而现在和他正在海湖庄园 就具体细节举行会晤 谁跟特朗普在海湖庄园 举行细节的具体会晤 参与讨论的是谁 白宫官员桑德斯就表示 有10位官员亲身 或者是透过电话参与 参与星期六在海湖庄园的会议 包括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长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等等 在中美经贸磋商 获得进展的时候 中国华为凭着科技方面的实力 还有制优价廉的产品以及服务 突破了美国的重重围堵 尤其是在欧洲方面的突破 更显得非常的重要 美国政府试图让一些关系 最密切的欧洲盟友放弃 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 但这个努力很难奏效 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一些欧洲公司高管说 如果实施禁令 可能意味着欧洲在5G 推出的速度上面将会落后于 使用华为设备的亚洲地区的国家 那些高管说 他们最终可能要为 潜在的设备禁令满单 特别担心的是英国公司的高管 而英国政府最近就得出了 一个结论认为 能够缓解在5G网络当中 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 金融时报说 这个还没有公开的结论 算是沉重打击了美国的游说努力 他们引述两位知情人士 会将这个还没有公开的结论 告诉他们 说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认定 有办法限制 在未来5G超高速网络当中 使用华为设备的风险 相关人士表示 英国的结论 对欧洲各国领导人 会有很大的分量 因为英国是五眼联盟情报 分享网络的成员 其实我们看 欧洲这些国家 越来越支持华为的背后 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的运营商 对于华为设备的支持 比如说博大凤的首席 陈行长Nick Reed 1月25号的电话会上就说 全面禁止中国电信设备 会带来巨大的财务成本 会给客户造成极大的干扰 并且会推迟5G 在一些国家的铺开 知情人士也表示 英国四大无线运营商 博大凤 英国电信公司BT Telefonica SA旗下的O2 还有长江和即时有限公司旗下的 3G 都在私下 以及公开场合对颁布禁令提出了告诫 那么其实不只是这些盟友 在泰国已经跟华为要展开合作 推动5G流动通讯平台 那么关于美国围堵中国华为 包括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副总统彭斯 都在欧洲有这样的一个围堵的说法 但是出席德国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杨洁篪 同样就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 就华为的安全问题跟美国副总统彭斯针锋相对 杨洁篪呼吁各国不要被美国误导 说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要求企业安装后门 或者收集外国的情报 我们这时候就要来看一下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面 上个星期五召开 这是一连三天的会议 那么这个是云集全球大约30位国家领袖 和近百名部长级的会议 讨论的是美欧关系西方国家和俄罗斯紧张关系 以及中东局势等牵动全球安全的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 继续成为各国矛头之所在 我们看到中国华为在欧洲这样的一个 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以他们自己的实力的工程略地 赢得了这个客户的信任 现在华为本身也受到了消费者更大的欢迎 来自于金融时报最新的调查说 中国消费者对于华为的偏好度正在提升 而且当美国对于华为的越赌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这种偏好度就更加的明显 根据金融时报投资参考的最新调研显示 西方政府对于华为的强烈抵抗 触及了中国国内的爱国情绪 华为在中国消费者心中的喜好度 和智能手机的销量正在急剧地上升 投资参考在1月份进行了调查显示 当询问中国消费者 下一次打算购买哪一个品牌的智能手机 华为占所有回复的40% 比去年11月和去年同期都增长了30% 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显示了尽管国际压力增加 但华为获得更多中国消费者的支持 他们的调查显示 北京 上海 武汉和深圳的智能手机销售代理 表示从12月5号公布 加拿大逮捕华为首席财务官 创始人的女儿孟晚舟之后 华为的销售额增长了20% 华为现在据说内部也确定 2019年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年 他们要把超越三星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商 成为一个最大的目标 于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 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华为正在增强智能手机芯片解决方案 供应的自足性 除此之外 他们也要求跟他们合作的 中国台湾供应链的合作伙伴 将他们的业务迁往大陆 已经陆陆续续 已经有一些业务都在大陆展开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来自于上海证券报 引述一些分析师的数据就显示 OLED加5G已经成为A股的热门套餐 机构调研的重点在冲结之后 已经转向了科技股 来自于东方财富Choice的数据显示 沪深两市总共有14家公司 披露了上个星期 也就是2月11到15号的机构调研记录当中呢 科技类的公司占主流 大多都是跟OLED和5G等市场热点站边 而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今天A股大幅度上涨 是跟这个板块是有关的 我们回来谈一谈 我想那围绕华为在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一些所谓的盟友 和北约的成员国 是否推进华为的5G 这个争议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呢 基本上是用尽了权力 外交 安全方面 从副总统到他的国务卿 到国安顾问 就不同场合都出面 来警告他的盟友 不用使用华为的相应设备 但是我想呢 越是这种政治正义性强的东西 那就越凸显了 华为的性价比是很好的 所以刚才有一个新闻说 去年孟晚舟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它的东西反而多卖了20%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 就是华为呢 确实在5G的领域是比较领先 而且呢 这个运营商它最清楚 到底用谁的东西 谁的设备性能怎么样 然后它的这个领先程度怎么样 它未来和 已有设备的磨合程度怎么样 他们看得非常清楚 当然华为今天的雄星 还不在于 光是5G还在于 像这个移动的这个手机 它是不是能够超越三星 你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因为中国这边大家竞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大家就看性价比 所以你其他的很多手机 基本上是随便能买得到 但是呢 在这段时间 好几个朋友想去买那个华为最新款的 好像都缺货 但我们说中国并不代表全世界 它要去拓展 还有一段距离 但总的来说越是在政治分歧大的时候 越是要提高你的性价比 而华为的性价比 是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谢谢文辉 下期的话我们继续关注的 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对内和对外的布局方面 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 待会儿见 欢迎回到 越南成为越来越多制造业聚集的地方 下个星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的会面 就选择在越南河内 我们要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关注 为什么双方的会面地点 这次要选择在越南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朝鲜领袖金正恩 在27到28号 与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第二次朝美峰会 外界揣测 金正恩可能会到访韩国大型企业 三星电子在越南的产房 产房已表示他想大力发展朝鲜经济 据说他会提前两天 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就到达越南 美国和朝鲜的先前人员 在前天已经率先抵达河内 这个星期会全力商讨特经会的安排 因为特经会之后 我们自认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已经缓和下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据说就希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能够提名他竞逐诺贝尔和平奖 而今天安倍晋三在国会被反对派议员问到 他是真的像是朝日本的媒体 赵瑞新闻报道所说的 提名特朗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安倍表示他不否认报道内容 但不会作出评论 最后私も既に答弁をいたしました 事実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これ繰り返しになりますが トランプ大統領は北朝鲜の核ミサイル問題の解決に向けて 過断に対応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す トランプ大統領のリザーシップを高く私は評価をしております ノーベル平和賞については ノーベル委員会は推薦者と非推薦者を 50年間は明らかにしないこととしていることを踏まえ 私からコメントすることは差し控えたいと思います 那么为什么是日本来提名 トランプ競逐诺贝尔和平奖呢 而不是韓国呢 韓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说 总统文在寅个人 并没有提名トランプ競逐诺贝尔和平奖 说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 但是文在寅相信 特朗普值得获提名 原因是因为他为协助朝鲜半岛建立和平 发挥了领导作用 作为2016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 竞逐总统重要的竞选承诺 他在上个星期五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令 目的就是要无论如何 一定要获得足够的边境墙拨款 这个事情引发了 民主党将会提出诉讼 那么认为特朗普的做法 违反了宪法 但是从整个状态看起来 民主党这次赢得了吗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上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处理南部边境的国家安全和人道危机 以这个为理由 从军方经费等项目 调拨将近80亿美元 新建具有争议的美墨边境墙 美国树立国防部长沙纳汉就说 目前还没有决定 要衡量是否军事上必须 那么他们会跟国土安全部来共同磋商 关于美墨围墙的官司 民主党现在和部分的州政府 有意提出起诉 推翻紧急状态 但是法律专家说 诉讼将会以保守派 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来审理 因此要打赢这场官司 将会非常困难 面对国会可能会投票 反对紧急状态令 白宫高级公文米勒 向亮相美国电视节目的时候 被记者追问道 如果国会通过决议案 要求特朗普收回紧急状态令 特朗普是否会运用总统否决权 米勒非常清楚地说 特朗普会保护国家紧急状态令 保证会的 那么其实参众两院 要各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 才能够推翻总统的否决权 不过共和党众院议员乔丹就说 共和党有足够的票数 阻止这种情况出现 也就是说 在这一次特朗普动用了 签署了紧急命令之后 是不是最终赢的 可能赢面会归到共和党 而是不是民主党 怎么大家要持续关注这个问题 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一系列的 就是美国体制内的这种争斗 首先特朗普他为什么 用紧急状态令 紧急状态令不是说 宣布全国都是紧急状态 而是他借用这个紧急状态 把那笔款给用出来 因为他从正常的拨款 他拿不到这个钱 这给他13亿 他不够 那么好了 现在就是说 这个钱所以熟理国防部长 还没有决定 要不要把它拿出来 但如果总统坚决要拿 这国防部长是要拿出来了 好了 你拿了之后 那民主党可能就会动手了 先从他们掌控的众议院 因为众议院掌控这个拨款权 他说你这个东西不行 不行的时候 总统又有否决权 说你说我那个不行 那个东西也不行 那我就继续往前拨 那最终会到法院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离 所以法院就涉及到 联邦法院 上述法庭 然后最高法院 等你这个最高法院 打下来之后 可能他把这个就盖完了 但如果说 是这么一种情况 即将出现情况之下 我会不会为为纠躁 我们就拿这边 我就什么通俄门 什么其他方面 我从这方面来攻击你 但特朗普也可能就是 先把你的注意力 全部转到边境墙去了 你就没空来搞这个通俄门 所以未来我们其实也看到了 这几个月 这个政府虽然又开门了 但是美国政坛的好戏 还在一幕一幕的上演 在特朗普的主导之下 谢谢文辉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时候 全球主要央行 要不然就是放慢了 货币紧缩的政策 要不然就是暂停货币紧缩 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 又是怎么样的 最近有人说 中国央行到底会不会 去进行量化宽松 但是人行的官员表示 是中国央行暂时没有必要 中国金融时报引述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孙国锋的话说 现在没有必要进行量化宽松QE 他说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传导 通过银行体系进行 而QE则是适用于 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央行通过购买资产传导货币政策 他也提到了 目前通过银行传导货币政策 可能有一些约束 但人行正在采取措施 下一步会得到解决 我们看到会价消息 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 今天下调36个基点 报6.7659 今天再按价上升131个基点 报6.7671 美元会价下跌 今天低贱96.7013 日元低贱110.61 那么关于美国的货币政策 美国上个星期公布的 12月份零售销售 还有工业生产数据令人失望 使得人家担心 美国经济放缓会不会比预期要快 这种可能性在升高 所以据说已经有三个 联储局的政策制定者认为 今年最多加息一次 又或者根本不加息 我们来看一下外汇总和 KVB昆仑国际金石财经 由KVB昆仑国际独家具名赞助播出 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昆仑国际 在全球经济放缓 还有新兴市场成为资本流入 一个新的现象的时候 那么今年会不会是亚洲美元债市场 七年来最好的年景 媒体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关注焦点 媒体的关注焦点是引述了 瑞士最大私人银行之一的 Lombard Order 驻新加坡的资产管理部经理Badjar 在上个星期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 考虑到美联储和中国的宽松政策 他们认为投资者可以从亚洲美元债市场 获得5%到10%的收益回报 还还补充说 由于资金流入抑制了需求 新债券净供应减少 今年的付出仍然有空间 那么金融时报也谈到了台湾的保险公司 这个时候借到ETF投资美元债券 通过购买所谓的福尔摩沙ETF 台湾的保险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 也能够规避金管会对海外风险压住的限制 文章引述 澳本海默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梅玛尼的话说 台湾的投资者非常的独特 他们既是世界上最具投机性的投资者 同时也是最保守的投资者 他们是美国公司债券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尤其在期限较长的领域方面 但是福尔摩沙债券很受到欢迎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受外国资产监管上限的运输 但是由于在一系列汇率损失导致的一些动荡 所以台湾的监管当局就着手设定了 持有福尔摩沙债券的上限 所以也抑制了这个市场的增长 于是现在有一种在新的方法 那就是购买本地上市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可以购买海外以美元计价的公司债券和主权债券 他们以新台币计价绕过监管当局近期实施的 持有外国资产限制提供了途径 也就是说汇率的波动使得在台湾持有美元债券 这个事情也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最后我们会就要就越南的经济实力 来帮我们详细地分析一下 特经会在越南举行 究竟我们如何准确看待大家对于越来越多 谈到越南的经济实力 其实这个特经会选择在越南主行 我想除了这个安全的考虑之外 就是他不能够离开亚洲 特别是不能离开他 相对安全的这个领空和领土太远 从这个金正恩的角度考虑 所以上次新加坡 那这次是越南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 就是他想去越南看看到底 真的是这个革新开放之后 这个经济会怎么样 同时又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 因为当然从朝鲜的情况下看 他很想了解中国 但中国是一个大的非常大 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 改革开放 而越南是又比中国又晚了十多年 而且这个经济规模比他 就人口规模也好 还有这个国土的什么 和他呢更有可比性 所以我想在这个特经会的前后 对于越南到底下一步经济增长 从咱们财经的角度看 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看法的 当然就是现在有很多 这种网络上的说法 他是不是下一个什么龙啊 什么虎啊 还是说是会不会又取代中国 成为这个制造基地 当然你从市面上去看 昨天去买这个足球鞋 一番底下是越南制造 让你很多衣服是越南制造 当然在这个中美贸易争端的情况下边 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这个争端之前 就有一些在中国南部投资的 这个外资企业 包括中国一些自己的企业 他都去越南去投资了 所以我们现在自然就会得出一个问题 越南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那么我问了一下 大概越南的工资水平 在260到300美元 其实这个已经是不错了 在经济起飞的中期阶段了 在这么一个水平下边 这些国家的这个居民 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盖楼 可以自己摩托车 那再下一步 当然现在还没有到汽车大规模 进入家庭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越南下一步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 比如说参照体系的话 是下一个泰国 还是下一个马来西亚 还是下一个新加坡 因为这个非常关键 新加坡它也是个发达国家的水平 而这个马来西亚和泰国 它有所谓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就是越南的这个体制 和泰国马来西亚又不太一样 但是就是东南亚国家 除了新加坡以外 它其实有一个共性 就它某个阶段之后 劳动力的成本涨得特别快 基础设施的拥堵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就是他们在中等收入陷阱 上不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的理由 当然可能还有政治上的 还有种族上的问题 那越南其实这些问题 并不是很突出 但是我们说它其实也有南北的这个矛盾 所以呢这次呢 随着金特会的这个展开 特警会的展开 各路人马会深度剖析越南 咱们也是在前方有很大的这个阵仗 要深度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想从我们的这个角度 应该是从多方面 全方位的去了解 越南现在的经济状况 真实的状况 而不是说是一个人 就像我们这个春节大学生回家 或者是什么分析员回家 就看一个报告 就网上一发 就以为这个是真的 它是真的 但是不一定是全面的 对 盲人摸象 就把这个四条腿啊 什么鼻子 全摸过之后 可能再投入一个相对比较完整 比较准确的判断 由此基础上才去判断它的潜力 它和周围周边国家的关系 然后它和全球市场的关系 因为呢它也是TPP啊 这个和这个欧盟啊等等 它有FTA等等这些安排 所以呢从这地上看 这次特经会是我们全面来解一个 越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村库 所以要在这么短的时间 真的一眼看进越南的经济实力 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耐心的 要公正和客观的来看待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